大家好,我是青青 本周的适用忍者有虚左佐助 这真是我们贫民玩家的福音呢 所以马上想了一个阵容和大家分享 有三船,还有宠武,虚左佐助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天赋 奥义风雷斩,普攻凝神,追打居合斩 然后是武者的杀意和武者的根性 通灵兽用的是小田鱼 接下来我们去竞技场测试一下 然后测试开始 看第一场对方阵容 有木叶女神,漩涡酒品,天道 千代婆婆,晋松石人位 还有水主 女神起手打屯虎 应该是一套连击 他肯定是天代婆婆给他加了没有叉咯拉 我要准备封了一盏天道 但是好像他的先锋比我快 那也得赌一下 最好是不要让他奥义出来 啊,他的先锋比我快 没办法 只能先让他沉落天真一下 啊,不过不用紧 然后他先锋比我快 而且他的一号位有打断 所以在第二回合开始的时候 就是不要随便放奥义 先等他看看 观望一下 让他先放 这样比较好 看他的木叶女神 他奥义的是我的宠物 这位放军了 然后我的佐渡在奥义 这样不会被打断 去左宠物啊 真的是好强啊 这个他是大概率造成暴击 好的,没关系 他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让那个水主随便治 然后他治不过来了 然后这个回合 下个回合天道也有奥义 不过天道是二号位 天道已经倒了 不用紧 然后第三回合开始 还是锁住奥义木叶女神 再一下木叶女神啊 还没有倒 非常的坚挺啊 现在插格拉不够 等雷卜行动了之后 所以多二十人插格拉 让三船可以奥义 三船奥义基本上可以收割 木叶女神是倒了 但是那两位女士都没倒 两刀 三船两刀砍到了两个 好 嗯,太强了 许佐佐助 好,开始看一下 对方阵容 有雷煮 黑色飞断 人战九郎 和花花组 我猜他一上来 一定是黑飞要奥义 所以直接冲没斩了 所以直接冲没斩了 这个雷主一号位 带根性 应该是带的是千鸟刀 奥义 然后冲书也奥义 然后看他这个组合 因为他有根性嘛 然后他又没有什么低血量的单位 所以第二核开始 我用我的三船奥义 三船奥义 他的黑飞 他奥义的是我的雷主 不用紧 我有根性 然后先是三船奥义 他的飞断 虽然他有根性 但是三船奥义 可以解除一切时效忠义 所以他的根性被破掉了 然后这样 这样他已经存在有 就是低血量单位之后 第三回合开始 躲住奥义雷主 这样一下子就杀掉了他的飞断 然后这样武者的杀意就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 在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开始 我还是可以用 用这个虚左的这个奥义 非常的强 连续两个回合都用出 这个奥义的话 对方很难生存 没关系 打不死 还可以风雷斩 就是连技打死 获胜 开始看一下对方的阵容 有黑色飞盾 二代图影无 还有半葬 是一个火主阵容 火主上来就要开盾 风雷斩 不让他开盾 我阻止他开盾了之后 他半葬 安出奥义 然后我宠武也开奥义 虚多阻住 就是奥义 就是奥义 就奥义的不爽 得确认能杀死他一个 才能发挥那个武者的杀意 刚一开始 第二回合开始 我不奥义了 让他奥义 奥义三船 不用随便打 随便走 有根性 百分之一百抗计 我就等到三船 砍火主两道了之后 再奥义 这样确定能杀死火主 这样 这样 这个回合 奥义一次 下个回合再奥义一次 就差不多了 好 走着这时候再奥义 这个火主应该会死的 这样就触发了那个武者的杀意 然后下个回合 开头再奥义一下 我们 就基本上清场了 不知道这个连技能不能带走 差不多 规定 没打死不用紧 好 对方退了 看一下对方阵容 有长翅狼 青 还有忍战天天 是一个风主的阵容 因为青 如果你打爆青的分身 他是可以加插克拉的 我猜他是 要用先天第一回合就奥义 结果 我就封了他的真天 然后对方是一个先攻比我快的 所以 不过也不用紧 这种情况下 因为一号位的 就是须多佐助 是有霸体的 所以 他是打断不了技能 所以你可以第一时间就能奥义 不用紧 那你就 对准的长翅狼放奥义 就对了 因为他有风主的分身 还有轻的分身都在 所以 可以触发 武者的杀 也不用担心 他 他首先 长翅狼奥义我的雷 伤害不错 看我须多佐助的 更加的华丽 因为他是大概率暴击 好的 风主刷新 这个没有办法 刷新了之后 他下个回合 长翅狼的奥义 还是优先于我 就没办法 有可能是 会把我的雷主打死 但是如果打不死我的雷主的话 打死打不死都好像都没有太大关键 没死的 然后佐助奥义 佐助奥义这一套联机应该能带走长翅狼 加上天天和风主 这些青的血量比较高 应该是没关系的 长翅狼应该是挡不住了 长翅狼倒了 还有一个青 没关系 我之后还有一个 三船补刀 应该补刀他就倒了 没有倒 还有一个连击 好的 打败了两个水狐尾 看一下对方阵容 对方也有去做佐助 还有三围狮仓 摆机械 然后水主 我是很怕他的狮仓 要复制我的雷主 让他可以拿我的根性 还有无热的杀意 所以我就封了 其实我就是心情太着急了 摁得太早了 因为应该等他就是水主治疗以后 咱 吃我 不过 不过问题不是特别 看他复制哪个啊 他 他选择复制三船 给带刀 就是 加攻击 也是对 他不知道我带的是无者杀意 然后第二回合一开始 因为卡了一下 我想知道是我卡还是对方卡 然后 现在又正常了 然后第二回合 开始我肯定是 要用佐助奥义他的水主 然后他的虚佐 佐助也开出了奥义 这也没有办法 人家奥义也得让人家奥义 阻止不了 看看他奥义的伤害 因为我这边的加成比较多 所以他的威力就是显得比我这个小 很多 然后这个回合就是平坎过了之后 下个回合开始的时候 还是佐助奥义 因为奥义他的摆机器 哇 他这个水主带出的奥义的加连击也是伤害更强感觉 然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按奥义了 他这些傀儡还没有砍完 我的童乌被打倒了 没有关系 奥义他的摆机器 看我的 这一下 摆机器应该在连技中倒下 好 出仓被佐助打倒 还剩下 一个 没关系 他血很少 三成可以把他砍倒了 好 获胜 太强了 太强了 所以哪一个 他奥义的是水主的分身 要是这样的话 我虫无先奥义 然后等下 等下雷主有查克拉了之后 他的水主行动之后 就是封他的三代雷 下一个回合 我这个佐助的奥义 不能随便放 如果放的话 打不死对方 就是 再下一个回合 就有CB了 就是要冷却时间了 先三团奥义一下 奥义他的蓝 他的蓝奥义 这个回合 可能头雷就会被打死 他的分身还没有动 啊 这么早就被打死了 好 他的三代雷影血已经很少了 下一个回合 佐助可以放进奥义了 佐助奥义他的杀人风 将三代雷影 奥义出过来就被打死了 然后连技顺便带走了蓝 现在只剩下杀人风了 然后下一个回合 还是 佐助奥义他的杀人风 然后顺便 水主一定被撞死了 佐助这个奥义这个暴击的数字的闪 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爽 好 然后比赛开始看一下对方阵容 有摆机械 呃 会斗转生大蛇丸 还有六尾名人 这个我和我和就是 就是一些前辈学的 这个大蛇丸脱塞呢 就是会斗转生的 不脱塞的就就不是 就是普通的 就是普通的 我先封了一两个 然后重悟奥义 然后第二回合我就先用佐助奥义他的六尾名人 对方的水主加血 我没有办法 我这个祖国是没有打断的 就得让人家加 然后等到第三回合 这个回合就普通过就可以了 下个回合还是 虚洲佐助奥义他的六尾名人 因为他有摆机械就是帮了我的大忙 每一次都会触发这个武者的杀意 然后躲住奥义 把他摆机械了 然后顺便他的水主被撞倒了 名人的雪太后 他的大蛇丸用出了会有损生 然后我的三船也好饮 我都转生招出了初代 然后祈祷 哦 初代不要 不要定身 我都躲住啊 不要定身躲住 好的 没有定身的 躲住奥义 大蛇丸 然后雷主也奥义 但打倒他的大蛇丸 那个初代一个回合肯定能搞定 对方退了 经过刚才的测试 大家都看到了虚作佐助的实力了 真是个超影的存在啊 祝大家早日都能抽到虚作佐助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